美国总统奥巴马努力争取各界对他所提出的新的就业法案的支持 与此同时 国会正准备就这项法案进行辩论 奥巴马提出的计划中的一部分就是增加开支 这和2009年的经济刺激方案相当的类似 在各界就首轮经济刺激方案的成效存在争议之时 我们带领了解一家公司还有一个家庭是如何通过刺激方案取得成功的 请看记者亨克尔的报道 就和许多美国人一样 齐格黑服尽力在这个艰难的经济时期养家糊口 由于经济不景气以及工程外包 许多工厂关闭 在化工业工作的齐格黑服在过去七年间几度失业 经济衰退最严重的时候 齐格黑服曾面对极度严峻的求职考验 我当时只有一份兼职工作 同时领取失业救济金 一直试图想回到化工业 齐格黑服在几个月里都没有工作 他开始担心如何养家 直到A1多金龟公司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尔勒斯西尔斯 开了一家制造厂后 齐格黑服的运气开始改变 齐格黑服把这个经济萧条的钢城视作他的家 我得到那份工作就好像是种了乐透彩 我说找到工作像是种了乐透彩 这听起来有点疯狂 不过你看看这个世界现在发生的事情 能得到这份有着无可限量的未来的工作 你还能有其他什么奢求呢 这家公司说他们的独特工艺能以越来越低的成本 生产效能更高的太阳能板 2009年的经济复苏法案 使得A1多金龟公司得以抵免4400万美元的联邦税 这个法案的相关项目目的在于创造绿领工作 正是因为这个法案 这家公司可以雇用齐格黑服 和他是三个同样失业的统事 以及其他几十名工人 正是A1多金龟这样的公司 将美国经济增长和绿色能源目标结合在一起 经济刺激方案使这家公司创造了450个就业机会 预期未来还会更多 曹先生是这间公司发展部的经理 他说整个社区都是赢家 我们带给这个社区的是就业机会 不同层级的工作机会 我们有制造类的工作 工程类的工作 还有商贸方面的工作 这些都是在这个新兴产业提供的稳定高薪的工作机会 除此之外 还有另一个好处 曹先生说 一旦工厂全面营运 还会促进国内能源供给 这种具有双重影响的就业机会 正是奥巴马总统新提出的 4470亿美元就业法案所希望创造的 我们是要继续为那些富人和百万富翁减税 还是应该在教育科技和基础设施方面投资 所有那些都将有助于我们未来能够在创新 教育和建设方面领先于其他国家 但不是每个人都同意就业法案是解救经济的良药 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经济学家马金认为 总统的想法既无新意也没有成效 每个人都希望人人有工作 但这些事我们都试过了 执行层面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再多做一些 这些是否有效 假设这些措施能够创造更高的经济增长率 假设这些增长能如同人们期待的一样持续上升 我们就不需要解释这份计划了 然而根据非党派的国会预算办公室报告 第一次的经济刺激方案创造和挽救了 多达320万个美国人的工作机会 齐格黑服就是受贿者之一 对他来说 在就业方面进行投资是件正确的事情 如果你能给一个人提供像样的生计 一个能每天工作的机会 就得那样的刺激方案 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吗 对齐格黑服来说 至少有一份工作 就意味着为新经济提供了动力 美国文化统计者亨克尔报道